刚踏进厕所的学生都反应 就算是已经用了一年 仍然觉得灯光美 气氛家 是觉得新厕所的味道 就是比旧厕所好了很多 大家都比较喜欢来这边 然后就是味道嘛 舒适 我很喜欢新厕所 因为新厕所的灯光很漂亮 跟百货公司一样 所以大家也都很喜欢来这边 花卉小瓷砖 圆形玻璃 镂空花窗 绿色植栽 甚至连扫册工具室都精心设计 我们的厕所三层楼 男厕女厕这一次的改建 大概花了将近500万的经费 非常谢谢中央跟教育处这边的协助 那我们这一次厕所改建的理念 就是希望提供学校有像百货公司一样 很明亮干净的厕所 让学生在学校的时候 可以勇敢的来上厕所 不会因为厕所阴暗脏乱而有憋尿 不敢上厕所的状况 那这一年使用下来 学生都很满意我们学校的厕所 那学校这边我们也会尽力去维护 让学校的厕所可以维持 这样子像百货公司一样的厕所 有明亮整洁的感觉 学生学习的环境不只有在教室内 厕所也是学生生活空间很重要的一环 将育处积极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109年争取了4524万7千元 改善了12校75间的厕所 110年争取到1,020万2千元 改善了5校17间的厕所 111年度争取到1,011万8,182元 改善了3校9间厕所 而在112年度编列900万市府预算 要持续改善2校的厕所 就是让全市校园厕所全面焕蓝一新 厕所改善也同时增设无障碍厕所 和性别友善厕所 提供师生一个无臭明亮及空间舒适的 如厕环境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